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清潔完之後 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防曬乳洗掉 首先是這一半邊 用的是洗淨力比較強的洗面乳 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幫我到影片的下方按個訂閱 哈囉大家好我是Ivan 之前出過防曬影片裡面 跟大家說過了 防曬到底要不要卸妝這一個問題 那我口頭上講了一個實驗 我發現還是蠻多人搞不太清楚的 所以我決定今天直接實測給你們看 防曬這個東西到底要不要卸妝 那防曬就有分為所謂的 不潤色的就是透明的 跟潤色型的以及防水的 那防水的基本上可能都要卸妝 比較有爭議的應該是 透明的跟潤色型的 要不要卸這件事情 我們就來實測 到底光是洗臉不卸妝 有沒有辦法洗得掉防曬品 那我這邊準備的是同一個牌子 一個有潤色一個是透明的防曬 所以這樣子可能會比較準一點 我們就把臉上分為四個區塊 上半部我會擦潤色的 然後兩頰我會擦透明的 洗臉的時候我會用兩個不同的產品來洗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素顏的情形之下 皮膚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素顏的狀況之下 皮膚是很乾淨的 因為我剛洗完臉 好,我們現在就來上防曬 首先呢,是先上透明的 我上防曬的時候呢 習慣是用按壓的 我不習慣用推的 因為有時候到最後摩擦力真的很大 而且會把防曬越推越薄 好,接下來呢 是上潤色的 接下來呢 我們一樣透過顯微鏡看一下 防曬乳擦在我的臉上之後 會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我臉頰的部分 擦的是透明的 白色的防曬乳 可以看得到皮膚之中呢 有一些白色的線條 那些就是皮膚中沉積的防曬乳 而毛髮的根部呢 也可以看得到有防曬乳的沉積 而接下來呢 這個是我額頭上面擦 潤色防曬乳的狀況 看得到皮膚之中沉積的 防曬乳的顏色 就相對的比較貼近我們的膚色了 而從毛髮的根部 也可以看得到有防曬乳的沉積 好,左邊右邊呢 我們分別用不同的洗面乳來洗 那清洗的時候呢 我這半邊用的是 氨基酸的洗面乳是23.5M加的 我之前有推薦過 然後另外一邊用的是 洗淨力比較強一點的 我之前也提過的 綠藤生肌他們家的洗面乳 我洗這一半邊 我們來試試看 不同清潔力的洗面乳 是否能夠洗得掉防曬 或者是說都洗不掉 一定要卸妝 OK,洗完回來了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清潔完之後 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防曬乳洗掉 首先是這一半邊 用的是洗淨力比較強的洗面乳 好,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皮膚看起來是乾淨的 然後我把鏡頭拉近一點再給你們看一下 這麼近距離的狀況之下 皮膏中間洗的也是滿乾淨的 而且毛髮的根部也是很乾淨的 沒有殘留 沒有防曬乳的堆積 接下來呢 則是潤色型的防曬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是用洗淨力比較強的這個洗面乳 對,的確你看 皮膏中也是很乾淨的 毛髮的根部也是很乾淨的 所以看得出來 洗淨力比較強的洗面乳 對於洗掉這個防曬是OK的 不管是透明的還是潤色的 都洗得滿乾淨的 然後呢 接下來換另外一邊 這邊是用氨基酸 就是比較弱的洗面乳 它很溫和 對敏感肌是很友善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對於洗防曬這件事情 從顯微鏡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子的狀況好像沒有乾淨 對,我們再放大一下 沒有錯,你看 可以從毛髮的根部可以看得到 還有防曬乳的成績 所以洗淨力較溫和的洗面乳 的確對於同一款防曬而言 就不一定洗得乾淨了 然後潤色的 但是用氨基酸洗面乳 我想大概就是不行了啦 嗯,果然 額頭也是一樣 可以看得出來 都還滿多防曬乳成績在 毛髮根部的 So sad 好,看起來呢 果然跟我上一部防曬影片裡面提的一樣 就是防曬乳到底能不能夠用洗面乳洗得掉 其實呢,沒有一定的答案 完全就取決於你用的洗面乳到底強不強力 如果它是很溫和的,可能就不太夠 如果它夠強力,可能就OK 看來果然這半邊用比較溫和的洗面乳 是洗不掉比較強力的防曬的 接下來呢,我們再用卸妝水卸一次看看 OK,好,卸完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卸妝後的狀況 果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卸妝完之後真的乾淨非常的多 但是同時也可以注意得到 我的皮膚有一點泛紅的情形 畢竟卸妝產品對我們的肌膚來講 會比洗面乳來的再刺激一些 而且加上我的皮膚又是敏感肌 所以真的幾乎每次卸完妝之後 再溫和的卸妝水 我都會有泛紅的情形發生 OK,所以今天的實驗有沒有幫助到你們啊 簡單的來說呢 就跟我上一部防曬影片講的一樣 防曬呢,到底有沒有辦法用洗面乳洗得掉 到底需不需要卸妝 其實沒有一定的答案 同一款防曬乳呢 有可能洗面乳洗得掉 有可能洗面乳洗不掉 一切取決於在你用什麼洗面乳 它的清潔力到底強不強 當然溫和的洗面乳 有溫和洗面乳的好處 因為它對肌膚來講是更溫和 更保實、更不刺激的 但是強力的洗面乳呢 有時候也有它派上用場的地方 那如果你是習慣 使用很溫和的洗面乳的話 防曬產品之後 可能就要加一道卸妝比較安心了 但是卸妝呢 又會對肌膚產生比較泛紅的情形跟刺激 所以比較折動的辦法 應該還是在換一個 稍微強力一點點的洗面乳 針對你的防曬品 好吧 實驗的數據給你看了 結論就讓你自己去想囉 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如果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我的頻道 我是Ivan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天吶 這個造型好像玩街舞的小屁孩 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